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師 聖史傳說從4月22日更新2.78版之後 相隔了5個月更新了V2.83版本 並增加了許多內容 那我們來看看更新的哪些東西吧 第一個 增加簡體中文 第二個 限時挑戰以及排行版 這部分是我最期待的更新 而限時挑戰的難易度都是簡易 而計時的時候在劇情對話是不會計時的 9月22日大師挑戰55分50秒獲得第一名 但在9月24日有神人35分46秒獲得第一名 實在是太強了 拜託叫我怎麼打 第三個 新增成就 其中有一個為牛奶大師成就 這個成就解鎖的方法呢 要從頭目死亡中鞭尸取得重複經驗值100次 因為我打Boss常常這樣子打 所以羽郡奧甸有參考 然後命名這個成就 但主要這個成就 就是指經驗值像擠牛奶一樣 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擠出來 第四個 出絕招一定要喊出招式名字 是個嘗試 絕招放出時有出現暴擊的話 部分招式會喊出招式名 不過夜小猜的部分就只有 啊~~ 讓我再想了 封戰 要是真的 未來 不 第五個 新增攻擊和被攻擊時會有數字效果 但如果畫面上敵人過多的話 這時候會有一點鈍鈍的 第六個 戰鬥頭像自選功能 新增對話 劇造自選 第七個 新增地圖寶箱 像西域客棧 果爆之谷多了不少寶箱 第八個 部分熱鍵設置和技能操作模式 最大的變更還是數寶箱的技能 可以用F1 F2 F3 F4去快速切換招式 這點可以不用再很忙的切換招式了 第九個 八卦冥英中部的效果多了殘影 第十個 多了忠孝之心 仁愛之心 信義之心 和平之心 在青羊子暫死之後 青羊子就無法使用了 但只要收集了這四個星 就可以用殷士人讓青羊子復活了 四個星取得的方式如下 忠孝之心 在打敗防星洞的怪物時 去寒鄉村廣場上的謎房和姑娘對話後獲得 仁愛之心 打敗兩次澳下紅城後獲得 仁愛之心 歸還暗影造之後獲得 仁愛之心 歸還暗影造之後獲得 仁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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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不得不說聖子傳說登上Steam之後 還持續更新到現在 真的要對與君奧丁說個讚 最後的最後 謝謝黃文哲先生的聲音 陪伴我小時候的成長 咱江湖再見 祝你